这个少年的村里是个连兔子都打不过的弱鸡 可来到了城里 却是秒天秒地无人能敌 但如此的龙奥天竟然啪啪打脸落榜了 军校新生报道会上 绿毛利和和赛莲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怎么都找不到罗伊德的踪影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个学校连龙奥天都不收吗 而此时教官梅尔也是慌的一逼 到处寻找 这是开玩笑的吧 龙奥天咋弄丢了 此时旁边的女军官克林提醒梅尔开始下一个议题 梅尔一个暗号没整对 啪啪哀笑了 克林一怒 原来是这王国公主玛利亚扎米失踪的事 但有那么几个人根本不关心 一是梅尔 公主丢了算啥 龙奥天丢了事才搞大了 然后是立合 当仨人听到克林说 只要谁能找到公主 国王表示要啥都行 撒人顿时眼睛一亮 而罗伊德正在为考不上闷闷不乐 凑巧看见了军官食堂的招聘广告 这催是兵 也算是个兵吧 这犹豫呢 一蝗虫还想来拦一拦 接着他来到了招聘上的食堂 推开门里面没人 说时时内时快 有个影子搞偷袭 而且攻速很快 但罗伊德闪避更快 一个侧疑避开了 大叔懵了 男主傻了 连忙表示自己不是小偷 是来应聘当厨子的 大叔已吓出了一身冷汗 罗伊德强大的气场 年纪轻轻竟如此恐怖 这两个女人被惊掉了下巴 随后他表示 要灭了脚下这个国家 这到底是为啥 要当厨子 鬼才信你 他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接着他问 那你都会点啥 于是电影让他露两手瞧瞧 然后摆出了开干的架势 但万万没想到 罗伊德真的跑去厨房露两手了 三两下就整了一盘意识茄子饭 电嚷一想 这小子不会是想趁我吃饭搞偷袭吧 我可是原公主的敬畏队长啊 我是不会这么轻易上当的 然后 他铁盘了 嗯 真香 他在随机一琢磨 看来这小子是真想打工 如此又能打 又能掌勺的危险人物 还是留在身边比较好 于是 罗伊德成了吹是白儿的兵了 与此同时在学校 龙奥天后援团冲进了答案室 找到了罗伊德的打卷 想看看到底为啥被out 万万没想到试卷上全是灵魂画作 这下连梅尔也傻眼了 再怎么样 在试卷上乱写乱话的总归不太好吧 正在此时 诶 打人的柯林也来了 他也看到了罗伊德的试卷 低头一看 顿时他就震惊了 这不是传说中的古代卢恩符文吗 此话一出 旁边几个货完全不懂 包括教官 都叫你 没事多读点书 于是柯林教官科普了一下 所谓卢恩符文是古代一种文字魔法 如果掌握了之后 毁天灭地 那都是小菜一小碟 没有人大吃一惊 那在魔法考试时 罗伊德说自己会降雨魔法 竟然也是真的咯 哎 一个龙傲天白给到了嘴边 竟然给偷捂了 到了晚上 罗伊德回到家 玛丽跟村长 直接惊掉了下巴 什么啊 咱满籍村的还有被嫌弃的 这下把咱最强村长而弃的 装灭了这个国家 但随后他听罗伊德说 自己不愿放弃 要留下打工明年再战之时 村长再舍不得 也只好同意了 他甚至还想 直接把罗伊德的床 赶上双人的 此时魔女突然脸色一变 你那么空 不如拯救一下国家吧 原来他就是公主玛丽 他父亲在五年前 突然性情大变 变得十分好战 到处干架 而他怀疑父亲受人操控了 所以请求师父 铲除这个幕后黑手 但村长一口回绝了 克隆村也有自己的原则 村民由于实力太过强大 只要他们出手 那定是魔王现世 获得世界末日 而人类间的野心抢夺 说完他就要回去了 走之前村长说 你可千万别再说我坏话 不然会倒霉的哟 玛丽表示不信 轻轻回头骂了句 努力巴巴 接着腿就疯狂抽筋了 这酸爽 爽的让他又骂了一句老太婆 得这下双腿都废了 算你狠 气得他为了报复 直接把村长瞬移的媒介 水晶球扔进了水井 好了帖子们 今天就到这儿啦 喜欢我的点点关注 我是小卡 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